看一部电影《替百味人生》 这里是唐森林书电影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部动画短片《十人魔》 胖达肚子饿了 他打开了冰箱 只剩下最后一盘蛋糕 这点东西根本不能填跑他的肚子 思前想后决定坐车去餐厅 因为他个头太大 坐在出租车上塞满了整个空间 司机也被他庞大的身躯吓得畏畏缩缩 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 好不容易地挤出了车子 胖达到达了餐厅 嘴巴不自觉 鸭唧了一下 有点迫不及待地想进去了 餐厅里的食客门庭若市 但他们的体积还没有胖达的五分之一 胖达太胖了 钩楼的身躯站都站不直 伤不注意就要撞到天花板 服务员端来的生蚝在他面前经过 胖达嗅了气味后 差点没把他们立马吃掉 他完全抵挡不了美食的诱惑 当然在场的其他食客也一样 他们也想追着美食而去 胖达挪了挪身子 准备找个座位安心吃东西 由于他体积太大的原因 撞到了一位拿红酒的小姐 他酒洒的时候 被背后的男人偷喝掉了 胖达跟着那碗香气四溢的生蚝 在角落里找到了座位 看着前面正在进食的时刻 胖达出神地盯了起来 男服务员拿菜单打断了他 女服务员拿酒杯给他倒入红酒 一切准备好了后 菜就上了上来 猪肉 鸡肉 鱼肉 再给个慢镜头特鞋 胖达忍不住秀了秀美食气味 从最小的那盘菜下手 用叉子划成两半吸入口中 一口心满意足 接着是那个小虾 虾头和虾肉分离 由于味道太鲜美 吃完虾肉的胖达 虾头也不放过地放入了嘴里 也是从这一刻开始 它就像是入魔似的 切换成了疯狂进食模式 生蚝连壳一起吞 龙虾整只一起缩 鱼头 章鱼 蔬菜 随着它越吃越多 它的身体也迅速膨胀了起来 现在的它完全卡在了这个餐厅 但它依旧没有停下嘴边的食物 把最后那头猪吃完后 它占据了半个餐厅 人群中发起了嘲笑的声音 服务员健壮 并没有停下手中的安排 他们又给胖达上了一波菜 这一次是直接爬到它身上 像是倒垃圾一样 把食物全部往它嘴里塞 那时 其他食客也没有停下手里的进食 胖达看到后 控制不住自己食欲的 把那名正在吃东西的食客 直接塞进了自己嘴里 它已经克制不住自己的欲望了 餐厅的食客 也被它这一举动吓得连连惨叫 胖达愣了愣 最后吐出了一些东西 才算恢复了点理智 为了逃出餐厅 它像个爬行动物一样 挣脱着狭小的出口 在这个过程中 衣服都被它撑破了 它索性扔掉了衣服 一个人裸着跑到了郊外 一屁股坐下去 直接把空中的飞机坐了下来 它张了张口 又把之前吃的东西 全部吐了个干净 它还放了个屁 把整条鲸鱼都拉了出来 这一系列操作过后 它虚拖地摊倒在地上 等它再一次醒来的时候 整个世界都变小了 它的口水成为了小溪 它的排泄物成为了沙漠 它的呕吐物成为了河流 而它的身体 也已经有半个地球大 置身在这诺大的宇宙中 它用力纵身一跃 就像是橡皮人一样 脱离了地球 伴随着它而去的 还有一系列的美食 它将会带着这些食物 遨游在这无边无际的宇宙之中 本部动画 是由法国导演 劳尔恩·布莱班特制作而来 温馨治愈的画风 令人赏心悦目 影片的主旨呢 是想表现贪欲 在这里 食物代表各种欲望 不管是胖达 还是对在场的食客 食物对它们 都有一种不可抵抗的诱惑 胖达在短片的作用 我更觉得它是 可以报复人类的大自然 它吃所以体积庞大 很可能是在之前就吃了很多 就像一个只进不出的容器 一直往里面灌东西 灌食物 再来说一下餐厅里的人类 大家为了美食 趋之若鹜 不择手段 这是人类释放自己欲望的表现 而且这里面 还有一个细节 胖达在吃东西前 盯着前面桌子的食客 看了一段时间 我个人觉得 是因为食客们不停地吃 胖达看到后 也跟着不停地吃 最后 它就像是决堤的洪水 释放了自己的欲望 入魔式的疯狂进食 最后连人都吃进了肚子 当我把它预制成大自然 就可以解释为 人类为了满足 自己欲望过度的破坏后 大自然也会对人类进行反噬 最后 胖达逃到郊外 一屁股坐掉飞机 呕吐物像洪水般淹没城市的时候 就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了 而且它醒来的时候 口水还化成了一条小溪 让我更加确认 它是个造物者身份 在片尾 对胖达的处理 让它像是一缕烟一样 脱离了地球 飞向了宇宙 也能看出 它并不是人类 它可能就是个 一直存在我们身边 但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所以 真正的食人魔 并不是胖达 那是人类的四十奇果 好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内容 不妨点击下方的订阅 点赞评论走一波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